现如今美国正在饱受新冠肺炎的侵袭 根据WHO发布的消息 截至到3月13日 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264例 累计死亡36例 可以说美国的疫情形势已经不容乐观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华盛顿当局也没有停止挑衅 据五角大楼消息 美海军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 和吉福斯号滨海战斗舰 于3月13日闯入中国南海海域 据悉 两艘美军军舰在南海进行了编队航行训练 其间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 还出动F35B舰载战斗机 进行了起降训练 据悉 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和吉福斯号滨海战斗舰 是美国在2019年底和2020年初 最新部署到亚太地区的海上作战力量 其中美利坚号是美军现役最先进的两栖攻击舰 搭载有F35战斗机和MV-22鱼鹰运输机 2019年12月初 该舰进驻日本佐世保海军基地 加入美第七舰队作战序列 吉福斯号则属于独立级冰海战斗舰 2020年2月初 该舰被正式部署到亚太地区 实际上 这已经是美舰本月第二次进入南海挑衅了 据解放军报报道3月10日 美军迈克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闯入中国西沙领海 发现美舰之后 南部战区迅速组织海空兵力将美舰驱离 众多军事专家表示 美军的行动后面还有靠山 根据卫星照片显示 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的中沙群岛附近海域 并且进行了高速转弯的规避训练科目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是结束了在越南建港的访问后再次进入南海 该航空母舰是从2020年1月17日开始了本年度首次的战斗部署行动 就目前美国海军在南海的部署看 众多军事专家就表示 后面还会有大动作 很有可能会进行大编队的联合训练 之前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和美利捐号两栖攻击舰已经在琉球以南的海域进行了相关的联合训练 美国海军还对此进行了大肆的报道 其显摆的意味浓厚 近年来 美国海军不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从这次同时进行两个海上打击群的部署也看得出来 美利捐号两栖攻击舰是从2020年1月15日开始战斗部署的 这是该两栖攻击舰转力到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之后首次的战斗巡航行动 其配备的F35B是一款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第五代战斗机 从这个看 美利捐号两栖攻击舰的整体作战能力是相当强悍的